今天我又教大家做椒盐白饭鱼 首先我们就要准备白饭鱼 一只鸡蛋 盐 胡椒粉 和三条葱 三粉 我们现在开始了 首先要切葱 切好葱之后 将胡椒粉和盐 和白饭鱼拌均匀 然后我们就加入刚才切好的葱 混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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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白饭鱼拌均匀 混合 和白饭鱼拌均匀 用生粉 沾到白饭鱼 这个就可以拿去炸的了 现在呢 要炸到金黄色 才拿上来 哇 看来很好吃 好 好 记得呢 夹完白饭鱼上来 才可以关火 因为呢 它会吸收油的 如果你不夹完它 上来 最后呢 最后呢 就撒少少少椒盐 下去 那这碟 试香味的 椒盐白饭鱼 就完成啦 就完成啦 这碟 香味的 好 好 好